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但阻止了非洲猪瘟进入了台湾 而且也持续地努力 使台湾成为亚洲唯一猪瘟飞疫区的国家 而且他对农民有很多的照顾 他在所实施的这些政策 实际上都得到农渝民的支持 在意后也对农渝民提出了很多照顾的措施 而且成绩相当的不错 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 实际上是农渝民大家的盼望 我也希望陈主委身为农业部部长以后 能够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为农渝民来磨福利 使得台湾的农产品能够外销国际以外 也能够让农渝民的照顾能够更作业 谢谢